核心思想 所以中国几千年的教育 爱的教育 这个爱是天性的 每个人都有啊 那现在为什么没有呢 你迷失了自信啊 这就是佛家讲的慈悲业 你看外国其他宗教讲的神爱是人 所以古圣仙仙讲的是一个中心 世间无论哪个宗教 没有不说孝顺父母的 这个佛家教学 你看看我们所依靠的敬业三福 第一句就是孝养父 丰丝四长 所以佛教是教育 是私道 私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现在佛教为什么摔了 因为没有孝道 没有孝道就是佛教已经没有基础了 像盖大楼一样没有地基 这是佛教不能够兴亡 佛教要兴亡 头一个要把儒兴起来 所以我们提倡学习弟子规 弟子规是儒家的根 这个儒家讲孝提中心就落实在弟子规里头 是用这个方式来把它做到 然后佛法就不难学习了 在家学佛 十三叶三规五界 你很容易做到 你是真正的佛弟子 出家 像沙弥律仪 比丘界 菩萨界 也都可以做得到 你也有根 现在做不到的 你没有根 这个重要性我们要知道 确实它是行为的专策 这个是讲习当中常讲 祖师大德常常告诉我们 禅是佛心 教是佛的言语 戒律是佛的行为 离是儒的行为 戒是佛的行为 这个三个是一体的 有一个三个都有 一个没有了 三个都没有 一二三三二一 是顶之三足 它有连带关系 第三 在迎接2006年到来之际 你能否跟广大的教育工作者 集聚忠告 以明确教育的目的性 作为教育的领导者 教师家长都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感恩老法师 这个我们会说 特别是 在底下的两个星期 印度尼西亚召开一个亚洲 十六个宗教代表会议 一方面是纪念正和 这个下西洋六百周年 那么也是 学习这个正和的精神 说到正和的精神 当然就会谈到中国传统的教育 人是教出来的 圣人是教出来的 好人也是教出来的 坏人还是教出来的 就看你教些什么 你教他什么 他就学什么 那么现在这个社会 做家长的 做老师的 甚至于做教育领导的 都俗获了 现在我们把教育交给谁了呢 交给电视 交给网络 交给这些明星 明星是社会的大导死 主导社会教育 主导了一切 他们教些什么呢 教暴力 教色情 教杀盗淫妄 那这些年轻人 从小到大都学的这个教育 这个社会怎么会不乱呢 交出来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 所以我跟这些传媒 引译人民说 我说你们可以救社会 也可以把社会埋葬掉 就看你们走哪一条路了 你要把世界毁掉 是轻而易举 天天干这个事情 但是你也能救社会 下面是网络同学的提问 有八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老法师称说 人在断气后 住念14到24小时 就可以随顺 风俗人情 予以活化和冷斗 但为何在 如火往生不退成佛 叶书里提到 活化要在七天以后举行 或至少要停放三天 如何往生不退成佛 这个书的原名呢 就学这个赤宗须知 赤宗须知呢 大家不好懂 所以我们就把它换了一个名称 这个是古大德给我们教导的 应该要依教奉行 那么现在 你停放三天 停放七天 现在社会 它不需困 那怎么办呢 希望国家 改变法律 那就希望你们大家努力了 你们将来做了参议员 众议员 你才有这个能力 否则的话 你叫谁来改呢 如果要不能改 我们一定要遵守国家法令规章 就是现在的医院里面 人一断气之后 十分钟 就要送太平间 就把它冰冻起来了 那这个是在我们佛门习俗里面讲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为什么 人断气之后 神是没离开来 那一般讲 神是至少是八个小时之后才离开 所以断气之后 八个小时做念 那是关键时刻 对它最有利的 八个小时你不要去碰它 为什么呢 它还是有知觉 你碰它 它有痛苦 它会起诚恨心 那临终起诚恨心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情 诚恨多到啊 所以不要叫它生烦恼啊 这个时候帮助它念佛好 帮助它念佛 提醒它念佛 希望它跟着念佛这个好 那么讲到十二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最安全 八个小时是离开快的 到十二个小时 十四个小时应该是离开的 没有问题了 那二十四个小时 那个佛报就 这一条小时的小时 我会说